欢迎收听干爹发狗粮时间 漂亮啊 送啊 今天的干爹还是我们荣获时代杂志大奖的 VPN品牌NodeVPN 上次我们有聊到VPN的功用 我很看重的就是在它的威胁防护功能 可以保护装置 阻止害客 病毒 还有恶意软体的侵扰 那小郑呢 你自己用起来觉得怎么样 好啊 我其实比较在乎网路安全啊 因为VPN的重点其实就是协助我们 就是网路的这个加密或者是一些 就是私密的一个安全的保护嘛 对啊 像我觉得这个功能其实是蛮棒啊 因为像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在 像外面的一些咖啡厅啊 用Wi-Fi上网啊 对啊 这个Wi-Fi其实 一般的就是这个店家也不会帮你说什么 就是加密的功能啊 其实可能搞不好是一个 就是Public的一个SSID 你就直接连线上去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下这个VPN的功能 诶 你的这个讯息的网路传输就有保护咯 所以像你如果你在咖啡厅就是去上网购买东西 你也不用怕你的就是信用卡的这些讯息 就会被窃取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 哦 对 那这样子以后可能我在外面 如果使用网购我也要用挂一个VPN 这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不错啊 就如果出国要连回台湾的网站 有时候IP可能会被挡啊 那这时候如果去使用VPN就没有问题 哦 对啊 这个有时候在国外是很讨厌 他有时候会挡你IP啊 对啊 有时候像 对啊 我在国外我想要下一个单 哇 这个IP被挡 那这个就很麻烦啊 我可能就错失一些机会 对 那所以这个时候啊 用这个VPN连回来台湾的网站下单 完全没问题 很顺畅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使用方式 Node VPN使用起来真的很简单啊 你只要点一下就可以去快速切换你的IP位置 这次干爹也有提供我们狗狗粉丝的优惠活动 只要透过我们资讯栏的专属连结 或者是在结账的时候输入优惠码 STDOG 购买两年方案就可以赏优惠折扣 还加证四个月以及额外好康 平均一个月大概就是一杯咖啡的价钱而已 另外第一次使用的人也不用怕 干爹也有提供30天的试用期 可以随时取消 现在就先往NodeVPN.com slashSTDOG吧 感谢干爹发狗粮 漂亮啊 欢迎收听财报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薇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正 哈喽大家好 因为我们这个听众的QA累积的有点多了 所以我们这次就把跟财报狗 然后跟美股跟科技股跟半导体有关的QA 一次拿出来来问一下小正 好啊我也一直回答 我觉得我可以回答的吧 这问题真的超多的 这个问题我们昨天有先问了一下说 最近大家对于这个科技股或者是半导体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有问Discord啊 跟问财报狗的社团 就不到一天的时间 这五六十题啊回答不完 那我们今天就是把一些比较多人问的 把它整合在一起 然后一起来问一下小正这样子 当然是要在这个小正的守备范围里面啦 有些人在问什么育儿什么的 这个不在守备范围 那个请打电话到育儿中心 或者是那个月子中心询问 对那这个不在小正说没办法 小正说他才要问吧 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回答 比较容易回答的这样子 比较有把握的 好那第一个 Mike许问哦 他已知啊 现在三星要减产记忆体了嘛 这会有助于记忆体的供需平衡 可是现在市场对于记忆体的需求 仍然是比较疲弱的 那想要问小正对于AI伺服器啊 他所带来的记忆体 HBM或者是像这个GTDR的需求增加 那这部分呢 对于美光未来营收的贡献程度 有什么看法 它的量或者它的规模 有没有可能可以帮助记忆体产业 提前走出谷底 我觉得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 因为如果我这边看到 搜集到就有一堆三四个人吧 三四个人都在问像AI伺服器 在这个需求上面 他对记忆体的需求提升的状况吧 对那我这边就一并做个回答好了 站在我的角度 其实AI server对于DRAM的贡献幅度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大 对那我觉得他大概就是 占整体DRAM的应用 可能差不多就是1到2%之间吧 对1到2%的这个比重之间 当然它是一个 我觉得它会是个高成长啊 对它会是一个就是 在未来可能10年的负合成长率 一定是到双位数的一个需求成长 可是如果说是你说短期嘛 你问短期是说 有没有机会在这一次的景气循环 能够帮助走出谷底 一定有帮助 只是说帮助我觉得没有很大 对那这边几个数字给大家参考 就是说这个1到2%是怎么来的 因为其实AI伺服器的年出货量 就是说这个销量不是产值哦 我再说一次大家分清楚 就是销量不是产值 因为AI伺服器的一台伺服器的单价 是非常贵的 它可以是一般伺服器的可能 单价的10倍以上 对所以我今天讲的不是产值 我今天讲的是出货量 如果只看出货量的话 其实AI伺服器的出货量 只占整体伺服器的大概 差不多1%多的比重而已 对那当然说AI伺服器用的DRAM 比一般的伺服器多 可是也才多个3-4倍 对所以你看这个1% 然后3-4倍 那我们顶多就是算 占整体产值差不多3-4%好了 对可是这个又是server的 就是用的DRAM的3-4% 那server的这个市场占DRAM的比重 大概又只有差不多3分之1 35%吧 所以你看这样算一算 其实差不多就是占值那个 DRAM的就是用量的1%多而已 对那更何况就是有提到说 这样这个HBM 哇这个因为AI伺服器的关系 大家对于就是这个HBM 看起来好像都很有兴趣 好多人问了 对可是其实整个就是AI伺服器 里面用的DRAM不全部都是HBM HBM主要是用在GPU上面 就是这种通用运算GPU吧 对这种就是伺服器用的运算GPU 上面才会搭载HBM 那一般就是CPU或是整个就是 伺服器用的DRAM 还是传统的就是这个可能是DDR4 或是现在要变成DDR5 对所以HBM占的比重又会再更低 我估计啊 我估计就是HBM占整体 DRAM的用量应该是不到1% 对所以说这几个东西能不能带 整个记忆体走出谷底 我觉得一定会有帮助 可是绝对不会是主要 对重点仍然是一些既有的 既有的大规模的一些应用 像手机用的这个DRAM 然后还有饭通用的伺服器用的DRAM 他们的需求能够回升才是关键吧 好所以刚刚有大概讲了一下 小陈对于AI伺服器这个需求 哇这需求绝对没问题啊 需求绝对很大 可是它对于DRAM的贡献 你到底影响多少 然后不然说它是怎么计算的 刚刚大概都讲了一下 这边大概就回答了四五个人的问题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想法吗 就是说你看起来在评估这个记忆体产业 你用了一些蛮多的方法 那有人也会问说 那想知道说除了像经验法则 存货对标这个历史的高低点以外 你还会看哪些指标 然后怎么样去领先 这个DRAM会议来评估需求回问或低延 我就觉得不一定是领先DRAM会议 可能就是领先市场吧 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样去评估这个记忆体 然后要比市场来得快 好我先讲这个存货对标历史高点 我其实不太知道什么意思 对所以这个我就不评论了 我觉得它的意思可能就是说 在这个DRAM的存货 现在不是说要去化库存等等的吗 那到底是去化到什么时候 比方说现在的库存 相对于过去的历史 大概是超过平均 可能超过了超过30% 超过40% 那在过去的经验上面 超过30%他可能要去化多久 那可能有点像这个概念 好啊好啊 我就简单分享一下好了 对其实我觉得 我先讲说站在我的角度 就是说我觉得投资吧 先不要讲投资记忆 我觉得一般投资啊 我觉得把太多的重心 纯粹只是放在去猜 时间点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不保险的事情 对所以我先讲 站在我的角度啊 就是说我如果说 是我在投资记忆体产业好了 我其实最重要的难 是先看估值啊 一定是估值很便宜 或是到一个历史低点的角度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了 对或者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一个领先指标吧 对因为一定就是 这个整个产业都很惨 然后就是说大家都很不看好 非常烂的时候 那才有可能就是估值到一个 相对的历史低点 对大家可以再回想一下 譬如说我们 看了那么久的记忆体 我们从2021年下半年 带大家一起来看这个记忆体产业 我一直看到现在 应该也差不多两年了吧 待会大家再回想到就是我们 在去年第三季 在聊记忆体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不是 所有的指标都很烂 那个时候是不是 所有的数据都很差 那个时候是不是 所有的市场看起来都 不是很好 没有什么所谓的就是 哪个指标是比较好的 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东西是真的 就是那些公司 已经开始逐渐跌到 就是相对历史低点 大概差不多在去年 第三季或第四季 所以你如果说今天是说 我要一直用这些 一些指标或用什么 或是我去预估别人的预估 去拆别人的预估 然后来去 想要办法去抓这个什么 转折点 说实话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事情 而且说很多东西 其实可能在这次循环有用 在下个循环也不一定有用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是 真正有把握就是估值 如果你相信这个产业 不会消失 它不是一个 就是夕阳产地一直在没落 它会持续存在 那站照循环的角度 它总有一天会循环回来 再来就是说它的估值偏低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重点 再来我的角度 其实那个时候没什么好说 纯粹就是站在历史的角度 这些公司的PB估值 都已经很低了 都已经接近到 可能金融海啸的水准吧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最领先的一个东西吧 没问题 下一位是廖宏在问 刚刚我们其实聊了很多东西 它会用到各种不同的零组件 或者各种不同的原料等等的 那其中有两个 其实是很常被提到的 就是GDDR 就是Graphic DDR 专门为了Graphic做的 另外一个是HBM 是高频宽的记忆体 那这两个可能都是在 我们在讲HPC 或者是我们在讲AI Server里面 很常会就很需要的两个东西 所以就有人在问说 那像如果特别在针对GDDR 或者是HBM 我看好这两个市场的成长 看好这两边的需求会非常多 有没有什么美股的概念股 那再来就是说 那这个产品对于这些股票的 营收占比大概是怎么样 美股没有太多 美股就美光吧 对 那我先讲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这个不管是HBM 或者是GDDR 他们主要大概可能都还是用就是DRAM 那DRAM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这三家业者 就是三星 海力士跟美光 那只是说三星跟海力士 他们是韩国公司 当然他们在美国的这个OTC 也是有可以投资的股票 如果你有投资OTC 你也可以 那如果不是投资OTC的话 那当然就是美光 美光是最纯的 对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这个记忆体颗粒的话 那就是这三大厂 那没什么好说的 再来就是说 那GDDR跟HBM 它其实主要是用在GPU上面 对 那基本上就是说 除了颗粒之外 还有哪一些相关的概念股 跟这有关的话 我马上联想到可能是封装吧 对 那封装的话当然不用好讲 就是说 美股的封装大厂也只有Anker吧 对 那这个好像有点关系啊 对 可是其实先讲HBM 某件时刻上跟传统的 就是封装不太样 因为HBM它是 直接跟就是这个主要的GPU吧 就是组chip直接封装在一起 对 所以这基本上的话 会是走先进封装 那这个先进封装 因为它是在 算是晶圆层级的吧 对 所以它不是晶圆把它切成袋之后 再去做封装 它是直接在就是晶圆上面 开始进行封装的 所以像这个的话 通常目前应该是只有 先进的晶圆厂 做的这个先进封装 就像台积电啊 台积电的这个什么 Cowars啊 或者是 Intel的这个 3D或2.5D封装 那当然三星也有啊 对 他们都会各自叫这个名字 我有点 忘了 反正就是他们都有这个 2.5D或3D封装 这个基本上 最先进的这种 HBM用的这种3D堆叠的 不只是3D堆叠啊 还有包含就是跟 GPU或者是其他运算单元 就是 整合在一起的 意识整合封装 这个基本上是晶圆厂在做 对 那晶圆厂在做 你看我刚刚提到的这几家公司 大概就是台积电嘛 三星或者是Intel可以做到 那只是说 这个HBM主要又是用在GPU 那GPU目前的主要大厂是 AMD然后还有NVIDIA 当然是NVIDIA最大 AMD比较小 那这两家是不可能交给 Intel去做封装嘛 对嘛 所以真正能够享受到这个 GPU上面搭载这个HBM的 主要啊 主要应该是就是台积电 然后其实是三星 那当然台积电是受惠最多 因为目前来看就是 最先进制程的 就是相关的晶片 基本上都掌握在 台积电的手上 我想如果站在就是封装的角度 可能台积电也会是 HBM封装的 这个受惠股吧 因为它就是GPU也是它制造 那当然就是HBM也交给它 来做整合封装 那台积电也算是有在美国 有一个ADR吧 嗯 对啊 所以你可以这样想说 台积电也算是一个 HBM概念股吧 嗯 但是这些概念股的营收比例呢 那就像我刚刚提啊 就是说如果先讲颗粒啊 那刚才是不是已经有讲 就是说这个 HBM其实就我角度 可能算一算 其实占整个DRAM的用量 可能就是不到1% 或是可能就仅多就1%吧 嗯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说你说对这些 就是三大颗粒 或是三大DRAM的 主要晶圆场的营收贡献 我觉得就是这么低啊 或是更低啊 因为这几个公司 不是只有DRAM吗 不管三星 海力士 美光 它除了DRAM 都还有NAND的市场 嗯 所以一定比重应该再更低啊 所以我先讲就是说 是一个高成长 只是目前的就是基数很小 那同样来说就是说 对于就是台积电而言 比较平常说GPU的封装嘛 那GPU封装 就可能NVIDIA跟NAND加起来 我觉得应该也 没有超过台积电营收10% 对啊 所以就是说 这个贡献比重 应该是也没有到很大就对了 当然未来可能是一个 高成长的机会啊 嗯嗯 没问题 好那 那跟记忆题有关的最后一题啊 就是三星不是最近终于宣布要减产吗 好那这个宣布减产啊 加也挤了很久啊 这部分除了如果我要宣布减产 我才可以想办法让公需失衡的状况 赶快改善以外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风险变大了 他们觉得说 其实一季以前 他们不觉得有这么严重 一季以后 哇突然变得好严重 不得不宣布减产 有这种可能吗 一定的啊 每次都这样 不是有没有可能 每次都这样 嗯 我可以再做个大胆预测啊 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啊 当然我不知道多久 这个很难预测 只是总是我相信 未来一定又会再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说 景气终于回温之后 厂商都会讲就是说 我没有想到需求会这么强 然后又再来一遍了 然后可能到一定的时间点 他就说 因为需求太强我要扩产 然后扩产之后 大家会是怀疑说 真的有那么强吗 然后他说 就是这么强 想那么强那么强 然后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整到就是需求反转 他会说 我没有想到需求会这么差 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 每次都会这样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有景气循环嘛 对 那就是因为就是 我们人容易过于就是 乐观或悲观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有可能 就是一定会 我在相信在 可预见的未来 对 就是说人脑还没有被 AI取代之前 如果是由人脑来做 主要决策的话 一定都会再出现这种 就是过于乐观 或过于悲观的状况 出现 嗯 好 下一个问题 是PP仔 他问说 Intel啊 最近有针对中国 提供特别版的晶片 他们现在也开始 有一些新的 一些晶片的计划嘛 所以他想说 对于Intel未来的展望 你是怎么看的呢 哦 我觉得没有什么 太大影响 因为 他这边有特别提到啊 就是说 他说这个 特别版 是指GPU啦 就是他发言人 有出来发 就是说 他会针对中国 提供特别版的GPU 那这是什么 那些有点想像就是之前 NVIDIA嘛 NVIDIA他就这个 A100他就弄一个A800嘛 对啊 就是说他就是弄个 阉割版的GPU 啊 这个应该就是因为 美国之前的禁令 要求就是说这个运算的这个 就是PUT的可能 到达一定的程度 就是一定的这个水准 你就不能出了 对 那所以Intel 他这边指的应该看起来是 GPU啊 他没有提到是CPU 他提的是GPU 那GPU目前站在Intel的角度 当然Intel的确是GPU大厂 可是Intel的GPU大厂 是指说那种就是 不是独立显示卡 是那种内建显示卡 就是你的这个笔电 或者是你的电脑 可能搭载的CPU本身 里面有包含GPU的部分 那这个是Intel出的这个 主流消费性的GPU啊 可是主流消费性的GPU 其实效能 应该就是不能拿来给 这种高运算用的 所以Intel这边指的 应该是比较像是 像NVIDIA那样 就是说 这些独立的显卡 或者说这种针对 高效运算的显示卡 那Intel在这一块市场 本来就是市占率也不高啊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说 当然我觉得 这会是他的机会啊 因为Intel 他的确也要开始琢磨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是高成长嘛 那只是说 他目前在这里面的 就是市占率也是不高 那市占率不高 再比对到 他目前自己的比较 主流的这个CPU的业务 那当然对他的营运占比 也是不高 那所以我觉得 你说展望有帮助 可是就是也不明显就对 好 那如果今天我们 不是在讲这个GPU 我们是讲整个Intel 有点像最近 那个伺服器的扎音 越来越重了嘛 那Intel还有AMD 他们的双平台 其实都有一个大改款 在应该是近一年这样 对 这个大改款 目前还没有放量嘛 因为他们改款出来之后 这个天气就不好了 大家都开始猜渊怎么样 大家都说 哇下半年景气回温 这个有机会放量 真的能够放量吗 这个没有人知道 这个如果都知道的话 那就太神了 所以大家只能就是说预期 我先讲就是说 我的角度 可能我会关注两件事情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站在我的角度就是 伺服器本身算是一种资本财 对 所以他理论上应该是会 落后消费性的需求 所以只要消费性市场没有起来 我认为就是伺服器 整体的这个需求的回温速度 就会减缓 好这是一个 就第一个我一定是先看到 就是消费性的市场 就是像手机或PC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各国 中国或美国的民间消费的力道 越来越强了 一定是消费市场先复苏 我们才能看到像伺服器 这种就是 算是商用的市场 才能够有比较强的回温力道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当然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我就可以观察的啦 这个是需求端嘛 还有另外一个是竞争的角度 因为这个TRAP GPT 看起来似乎带起了 就是所有就是这些伺服器平台 或者是云端平台的这种竞争压力吧 对突然有一种就是说 我好像不赶快追赶 有可能会有落后的风险 就是最近这个事态有点这样感觉 所以看起来说的确就是 AI伺服器的需求 或相关的AI的一些晶片的需求 开始就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温了 对那这个东西 有没有机会再带起伺服器的需求回来 我觉得也是有注意 所以因为竞争的考量 所以先不管景气到底多强 为了要跟对手竞争 我就是还是要先加速领先去投资 那这也是一个点 那只是就像我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AI伺服器 其实占整体的伺服器的需求量 目前可能比重大概就是1到2%吧 所以就是说这个地方的高成长 虽然的确对需求 或者说对下半年的需求回温是有贡献 可是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在短期有这么强 就是哇这个一年就可以带动 整体的需求成长 三四成四五成 应该是没有到那么强 那所以站在我角度的话 就是说这两个我会关注吧 对啊就是说这两个是 我觉得有机会 让这个需求回温的关键 对那至于他们能够多强 真的能够在下半年发酵吗 这个我觉得太难讲了 我不确定 对那我觉得你刚刚最后这个问题提到 就是说Intel跟AMD的平台能够放量 一定都是在需求回来的前提之下 那业者就是采用新的平台的意愿 或者是绝对的这个量子才会上升 对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 先关注消费性需求的回温 可能会是比较实际一点吧 好的下一题是Color Mini他问说 过去几年啊 美国的科技大厂 例如说像苹果 亚马逊 Google 微软 他们都是在投入自制晶片 那这样的趋势对于未来半导体业者的版图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问题有点广了 对那我之所以把它拿进来回答 我觉得是因为 我觉得可以跟刚才那个AI的部分 来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讨论好了 对那如果站在我的角度啊 就是以目前这个AI伺服器的需求开始起来啊 那有哪一些业者 我觉得是现阶段可能我预期会有比较明显的受惠 因为刚才有聊到嘛 就是说我觉得对于记忆体啊 我觉得会受惠 可是可能比重目前还是很 基数还是很低 那站在我的角度啊 我觉得就是对GPU业者的话 我觉得目前是会明显受惠 那可是现在你这个问题提到就是说 像苹果亚马逊 Google微软相继投入自制晶片啊 它其中有一个就是 目前已经开始在呈现的现象就是说 这些业者其实他们也不会说 就是纯粹就是一直只是买NVIDIA的GPU来作为 就是AI伺服器的AI运算的晶片 他们其实也会自制晶片 对像Google他就自己做那个TPU嘛 对特斯拉也是自己做啊 对那其实就是亚马逊 亚马逊好像也是自己做 他们也就做自己的这个训练的晶片 所以正在我的角度啊 其实就是说 我觉得短期在高成长的情况之下 应该就是会 有点像是百花齐放或多点开花吧 我觉得未来就是在这个晶片这边也会有类似 就像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伺服器啊 伺服器其实有所谓的品牌伺服器之外 也会有白牌伺服器嘛 嗯 对不对 那在这个高成长情况之下 白牌伺服器也是在成长 那品牌伺服器也是在成长 对那这没什么问题嘛 可是如果说当然未来 如果一旦成长趋缓的话 这两个会变得是竞争关系嘛 对那可是在过去几年 我们看到就是说 其实是白牌的成长性 一直都是高于品牌伺服器的成长性 对我觉得我可能会拿这个来类比 就是高效能运算晶片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状况吧 对就是说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十年的成长的一个时间 先抓十年好了 在这十年成长工程我们会看到就是这种 泛通用的这种运算晶片 就是GPU它也会成长 然后这些自己投入自研晶片 就是ASIC的这些业者 那姑且把它叫白牌晶片好了 对这种自研晶片白牌晶片 他们也会高成长 可是可能也许在未来可能在十年之后好了 如果说这个AI市场 AI晶片市场 已经到达一个就是逐渐成熟或饱和点了 那接下来可能就要注意说 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会有互相竞争的关系 对那如果参考过去的这个 伺服器的演变 到最后就是说 整个真正有能力就继续在扩展 资本之处的业者 主要是这种云端的大型业者 这些云端平台 他们溢价能力很强 而且他们也有能力做自主开发 所以过去看到就是说 后来这个白牌伺服器的市占率或成长率 逐渐就侵蚀的品牌伺服器 所以未来来看的话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天 就是AI晶片的需求也饱和了趋缓了 那可能如果按照过去的经验 可以参考的话 那就是自研晶片 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加速去侵蚀 通用的GPU的市占吧 不过这个也是很久之后 我想这个在十年内我就不会看到 十年内 这个是一个高速成长的产业 应该就是会百花齐放 没问题 所以十年内买NVIDIA 十年以后看谁最有钱就买谁 对 这个很难讲 其实搞不好十年之后 这个NVIDIA 他又搞出一个什么新的东西 谁知道 就说不定他去做软体了这样子 对 他一直都在做软体 比如说像NVIDIA他也是 他以前卖GPU 可能他像现在他又提出的概念 叫做DPU 对 他这个DPU的话 可能又会是一个新的成长动能 或是一个新的伺服器 里面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架构 一个主要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目前难讲 其实我知道就是说 目前应该还是百花齐放的状态就对 好 接下来进到一连串的台积电主题 他妈妈冲击波 问 台积电的营收不如预期 如果法说会宣布 调降资本支出后续会有哪些影响 好 OK 哇 这个叫他妈妈冲击波的 看起来应该是跟我同年纪的人 其实我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 不知道 对 这个是有看军朝的人 他叫什么军朝 怎么突然有点忘 什么Kiroro 对 Kiroro Kiroro里面也是叫谭妈妈 OK 对你看 现在一定 我不知道 你该会不知道 对 你一定知道 对 所以我看这个ID 我知道 这看来也是跟我同年代的人 所以你选这题 虽然有个亲切感是不是 对 我那时候被这个谭妈妈冲击波给注意到 OK 好 然后反正就是有一堆朋友都在问台积电 虽然我猜想说可能是因为 互国神山 大家很关心 不只是自己投资的命运 也是台湾的命运 对 对 他想问这个问题 好 然后这个问题是说 台积电营收如果不如预期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营收不如预期 如果调降资本支出的话 那当然就是如果站在 我们之前常常跟大家分享 那个设备的角度 一定就是对设备不好 对啊 所以就是说设备的展望 应该就是会受影响 对 只是说就我的角度啊 目前就是 更上游的设备业者 或者是市场 我觉得其实对于台积电 会减少资本支出 应该是都有在预期了 我不觉得就是台积电 如果今天宣布资本支出下降 会是出乎预期 站在我的角度啊 我觉得这已经隐含了 或者说之前的一段时间 可能就是设备业的一些估值的一些下调 可能从去年下半年 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疲软的 或是更早之前的话 我觉得都已经隐含了 就是说这些下游的主要的经元厂大客户 都是会调降资本支出会受影响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啊 如果要我现在直接讲说 我觉得就算调降资本支出 我觉得对于上游的设备业的 可能站在股价角度 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就对了 对那当然就要看说 它调降资本支出是调降多少 对我觉得现在唯一可能还会有 怎么出意外就是说 这个调降资本支出超乎预期吧 嗯嗯 它调降30% 哦 那就很猛 那就真的很猛 对我相信大家一般认为就是可能 中高个位数 或者是说低双位数 可能就是还是可以接受啊 低双位数可能会有点影响 可是可能不会大家想象中说 哇啊怎么会这样子 对应该不到恐慌 可是如果说他今天说我调降30% 这个很大的冲击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真的要关注 要观察就是 他到底这个宣布支出的幅度 会到多大 然后还有一定会有人在问说 那2024年后续的规划 嗯 对那我想如果按照台阶的说法 通常一定会说 嗯未来我们还是会去去很好 对一个U-turn 对对对对对 他说U-turn对就是这样对 所以就是说先讲师资的业绩影响 这当然是对上游不好 如果你说对股价影响 我觉得我自己的猜测啊 我就已经包含在市场先前的预期里面 所以也许不会有那么大的冲击 嗯 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它是假设嘛 假设法所会宣布调降资本支出 你觉得市场就已经觉得 他就是会宣布调降了 对啊 OK好没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一连串 巴菲特和台积电 对真的是一连串 PP仔又是PP仔 他问说巴菲特放弃台积电 去买苹果 这逻辑是什么 OK 其实我不太知道 为什么要把台积电跟苹果都在一起 他可能是觉得说苹果很靠台积电 对不对 你今天你觉得台积电有风险 你去买苹果 苹果也靠台积电啊 这样可能有点像这样感觉 好 那但我不是巴菲特啊 对 这是市场上面应该有比我更强的 这个比较所谓的巴菲特专家嘛 对 那我只能说就我的角度啊 我觉得巴菲特买苹果跟买台积电的 投资意图跟想法应该是不太一样啊 对 虽然说他们是一个上下有关系 我是觉得巴菲特买台积电跟买苹果的 我觉得理由应该是很不一样啊 巴菲特当初看上苹果 我记得他有提到一个点啊 就是说 他对于技术或科技 他的确不是那么懂 可是他觉得他对消费 还有品牌这件事情 他是很懂的 对 因为参考他过去的时候 是什么可口可乐的经验嘛 他对于消费性的 或是这种品牌的这种 什么叫做是好的品牌 品牌溢价 或者是怎样品牌是有护城河 他觉得他有很深入的观点 所以以我角度来看 他看待苹果啊 他是从这种面向出发 他认为 苹果 站在消费性市场 还有他对他的用户 产现出来的品牌的强度 他觉得符合 他认为这家公司 是有竞争力的 有护城河的 或是说他喜欢的投资标的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巴菲特买苹果 应该不是看中苹果的 技术或科技能力有多强 我觉得更多是看中 不管他做了什么 总之他后来的就是品牌 或是在消费市场 对市场的这个粘性 已经到达一个 他很喜欢的一种状况了 可是我认为巴菲特买的台积电 不是这个逻辑 他发现买台积电 应该是以制造业的角度来去看 那巴菲特之前也投资过很多 就是高资本支出 或重资产的就是 制造业 可能他之前有买铁路公司 所以我觉得他比较偏向 那一个面向 他是以制造业的角度 去评估台积电的优势 所以站在我的角度就是说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他不是说 觉得苹果比台积电 在这个消费性品牌市场更好 所以他放弃台积电 去买一个更好的标的 不是他应该是分成 苹果是这个 他在消费性市场 或是这种消费性品牌的一个配置 然后他觉得苹果很好 那台积电站在他的角度 他觉得就是站在制造业角度 他觉得有不一样的想法 他把它放弃 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 对 那至于你最后问就是说 苹果没有台积电就不行了吗 我觉得好像的确也不会 我觉得 这样回三星这样 我觉得果本好像不一定会因为说 苹果不用台积电就不用苹果吧 之前不是有一款iPhone 12吗 它不是有台积电跟三星吗 大家不是都说 我要台积电的 我不要三星的 好我讲一个 当然我觉得是这个还有一点远 假如说今天真的没有台积电了 然后就是三星就觉得很难掌控 那如果说今天苹果下给Intel呢 Intel也想要做代工嘛 Intel也说我们这个制程 也是五年之间要追上台积电 那如果有一天就是Intel 他真的有愿意提供 他的最先进的制程给苹果 对 那这样子会影响 就是使用者说 Intel Inside不是台积电Inside 我不要买苹果 我不知道 就我这种就是 浅果粉 浅果粉的角度 我觉得 只要它用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吧 对啊 所以之前大家concent三星 三星好像用起来有真的蛮大的一些问题 对 对啊 那如果你只要做到就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想果粉的这个名言不是I don't care 好 那一样 接续着这个巴菲特卖掉台积电这个议题 因为他最近有说嘛 他是在担心地缘政治的风险 那站在台湾人 或者是大部分的资产配置 都投资在台股的人 这有没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东西呢 那当然简单就是赶快分散 这不是废话 对啊 就是说 这个就是鸡蛋放在同个篮子嘛 就是摔坏怎么办 那当然就是赶快分散 对啊 那所以你现在要思考 现在就是说 你有没有能力分散吧 对 如果说你的资产很小的话 我觉得分散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 对啊 对啊 那只是说如果你的资产真的到一定的幅度了 我觉得当然是做适当的分散啊 那甚至不只是投资的适当分散啊 对 如果说你像你刚刚他提到的就是说 台海危机是不是 对 对台海危机这种角度 那你可能对于你的就是未来人生的配置 对 对你生命的出入 你可能也要去做个分散去想 这个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样 好像没什么好说的 嗯嗯嗯 好 那 这是扑克销卖了台积电 然后再加上这个高盛 说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下修了 那这样子会是一个投资的机会吗 投资的机会 其实我觉得重点会回到估值啊 因为我刚刚就是说 其实我们常在说什么 我觉得市场预期是这样 我觉得市场预期是那样 其实到就很多来看 其实精准度 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啊 就大家猜来猜去 对重点还是回到估值啊 其实重点还是回到就是 你到底觉得他现在估值便不便宜 对 如果你觉得他的估值便宜 那我会跟你说台积电 他是一个有优势的公司 对 他虽然有这个台海的风险 可是站在现在的角度 他就是一个有优势的公司 对 那如果你能够承受这个 就是台海的风险 然后你也觉得 他现在估值是你可以接受的 那我觉得对啊 他当然是个不错的标的啊 那剩下就是你自己去坑量 就是说 因为我看这边一堆观众 都是在说 这个台海风险 或地缘政治怎么评估 这个很难评估啊 对啊 就是没有人会评估嘛 中国评估是说 他终有一天会胜出 美国评估是说 他终有一天会胜出 那到底谁对 没有人知道啊 谁知道 对啊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就是 大家自己去考量自己的接受点 那估值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很主观啦 大家可以自己 就是再去思考这个估值 台积电现在是500多块嘛 你觉得这估值 是你能不能接受的 对啊 好 讲完台积电 下一个主题是 FPGA 好那FPGA 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 比较小题啊 所以我觉得 小生要不要先来讲一下 什么是FPGA 好啊 其实我看到这题目有点惊讶 我也很好奇 就是说 为什么突然 有人在问 而且还不止一个人问 我想说 最近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他就说最近学院 或是那边哪里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莫名其妙 好 反正FPGA是一种晶片 对 那它的名字超长的 就是 不管是英文还是什么名字 都超长的 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好了 总之它是一种特殊晶片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用两个维度来看 一个是效能 一个是 可以就是高度程式化或客制化 那 第一种极端就是通用晶片 通用晶片有点像是CPU CPU是一种通用运算晶片 GPU也是一种通用运算晶片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犯运算的需求 你都可以用CPU 或是你可以用GPU 就是大概现在犯所有的AI模型 你要去做运算 你都可以用GPU 那所以这个是通用 对 那有另外一种就叫做非通用 就是特殊目的特质的IC 那这个就是一般所谓的ASIC 嗯 所以我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的 我是为了Google的TensorFlow的 或者说Google的什么 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server 特别去做特定优化的 它可能就是Google目前的目的是 功耗跟运算要取得平衡 或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很特质化的啦 那这样这种特质的晶片 它当然最大好处就是说 因为它最符合目的嘛 它不是通用 它是一个就是专门就是 for你特定需求 所以它是最满足你的需求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在这个 你瞄准的需求里面 它的效能会是最好 就是说因为它的晶片里面 没有为了要包含其他功能 而多放的功能在里面 所以它可能功耗 或晶片的大小会比较小 对 那通用当然是相反 那通用的缺点当然就是说 我虽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拿我来用 可是因为我是通用 我就要包三包含 所以我这个晶片可能很大 我为什么晶片要那么大 就是因为我要包很多逻辑 或是晶片的一个环节 是要应付就是各种潜在 不同的需求人会用我 所以我可能晶片比较大 功耗就会比较高 或者说我的运算的效能 就会可能因此被受限 好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两个维度 这两种晶片带来的不同 就是如果我们从通用性 跟就是效能来看的话 理论上ASIC是通用性最小 可是效能或效益会是最强 那通用性的晶片 就站在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它通用性最好 可是它可能站在一个 特定的用途上面 它的就是performance 可能是比较差的 那这个FGPA就是在中间 刚好就在两者的中间 它就在这两者的中间 对那等于就是说 等于就是说 每一个运算系统的搭建者 当它要去构建这个系统的话 等于说还有三个选择 你今天有通用性很高的晶片 你可以考量 或者说你有这个就是 你去特制一个ASIC晶片 那你还有第三种选择 就是这两者中间 就是说在通用性 或者是performance 在这两者中间的产品 你有三种选择 你自己去思考 哪一个是最适合你目前的晶片 所以FGPA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 反正它就是在 这三种晶片里面的其中一种 然后给予就是这些 伺服器或运算系统的人 选择晶片 它有多一种选择这样子 好 那讲完FPGA是什么以后 接下来就要来 开始来问一下 听众的问题 那Perry有问 想请问小镇 对于FPGA产业报告的看法 那专业IC设计公司 在这上面有什么优劣事 其实我不太确定 他在讲哪一份报告 FPGA报告是什么 是我们内部有流传一个报告吗 是吗 我没看过这报告 我不是很确定的说 我看一下 所以我就是因为在想说 是不是你最近 就是我们公司内部研究员 为什么有流传一份报告 所以突然很多人 就是对FPGA很好奇 我这边看Plus Play是没有 不太确定是哪一份报告 不过你还是可以讲一下 因为我猜 我猜一定就是很好 不然就不会有人在意 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份报告 说FPGA接下来表现会不错 那他想知道说 那专业IC设计公司 在这上面有什么优劣的事 好啊 好啊 我先讲说 专业IC设计公司 我不太知道这个意思 在理论上就是传统 就像什么联发科 或这些公司 他们 或所谓的IC设计 其实跟FPGA的 就是开发力 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现在一般的这种 就是联发科 或是他们在做的这个晶片 就是IC Design的流程 跟FPGA的 就是开发力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问我说 就是他们有什么优劣事 我不太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 或是我觉得没什么优劣 因为他们原来是不同的东西 不同产业的东西就对了 对对对对 所以站在我的角度就是说 好像没什么优劣事 或者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这些 就是可能是走 ASIC的IC设计公司 相对于就是说 如果今天下游 他传生FPGA了 那这两者猜在哪 会不会因为FPGA 可能未来很有潜力 他逐渐就是让大家 就是都不用ASIC 或是不用通用晶片了 那我觉得不会啊 对就是我说 就是这三种选择 那市场大家可以自己去选择 对那只是说 你要问现在的话 其实目前仍然是 通用类型的晶片 如果说一般的运算需求 但是通用型的CPU是主流 大家看嘛 现在可能除了苹果的这个CPU 而苹果CPU也是奠基于 就是on-base的系统 对 所以基本上还是以通用为主啦 那其实说这个FPGA 或是ASIC其实都算占比较小众 对对 说这一定有一些特殊的理由 他觉得就用通用不太适合 所以站在我的角度就是说 或是回答讲啊 这个优劣是或是 你他可能回答就是说 因为这回到我们刚才前面 有人在提的那个什么自制嘛 我猜为什么就大家最近会 开始在提到FPGA 原因是因为其实 如果站在AI伺服器的 算力用的晶片的角度啊 FPGA是其中一个受惠的产业 对 就是说这个算力的话 所有的那个GPU 高效能运算的GPU会受惠之外 还有你刚刚提到 刚刚提到说自制晶片嘛 自制晶片其实是ASIC嘛 ASIC会受惠之外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FPGA 也会受惠 那一样就是说 在今天未来的可能数十多年 就是高成长情况之下 都是会百花齐放 对 那如果今天你要问说 那如果有一天它饱和了 那这三者里面谁会是最好的选择 就我的角度啊 就是说我觉得 因为现在通用类型的GPU是主流嘛 它也许如果真的有一天到饱和点的话 会发现就是说 它可能就会像现在品牌伺服器一样 就是 市占率会慢慢被其他两个给侵蚀掉 那至于说会被FPGA侵蚀 还是被ASIC侵蚀 说实话这我没有认真想过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 还是ASIC会优比FPGA再主流一点 我的目前的感觉 可是我没有很明确就对了 我找到了啊 其实是我们是有发一篇报告的 可是在1月的时候 原来如此啊 对啊 我刚刚看到他也是提到AI嘛 对对对 你看1月都没人讲 现在有人讲 那就是因为AI起来 大家开始很兴奋了 对对对 那只要有提到啦 在这份报告里面有提到说 FPGA的设计技术 其实被垄断在两大厂 主要就两大厂 就是AMD跟Intel里面 那其次就是Lattice 这个来迪斯半导体 对 所以其实底下就也会有人 其他人问 就说 然后主要就想要问 Lattice Semi这间公司 就你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现在说我没有认真去研究啊 不过就我初步理解就是说 如果是指这种 高运算的FPGA的话 应该就是最强的 那个就是赛斯林跟 Intel被病的那个 反正现在他们两个也没有 他们现在都不是独一公司 其实现在就是AMD跟Intel 对因为最大的两个FPGA公司 后来就是刚好一个被AMD病掉 另外就是被Intel病掉 所以某些程度上其实就是掌握在这两大强权手上 那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就是 如果你今天看中的是这个AI这种高运算的需求的话 我其实觉得就是受惠的FPGA上面受惠最多的应该还是这两家公司 当然只是说这两家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是FPGA 他们有一个比FPGA再更大很多的业务 所以说FPGA的成长对他们的整体营运贡献 可能就会被其他的平均掉 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 就是对这两家公司有帮助 或者我们可以理解就是 为什么这两家公司会想要并FPGA的这两大龙头 他们就是主演就是说在未来有一天 我想他们应该有预见 就是说他们是真的有看到 就是未来会有一个这样子一个高运算的需求 而这个高运算的需求 它除了需要传统的通用型晶片 也会需要有这种FPGA的需求 所以他就一次把它掌握进来了 不管你有哪一个我都会受惠 那就是最棒了 那像这个Lattice的话 就我的角度它的强项 它是比较在低功率 对它在这种就是小面积低功率的FPGA 它有它的这个 算是抓到一个市场定位 不能说它有 就是它在这个市场它走出个定位 就是你其他人在这个高运算很强 那我就剑走偏锋 没错 我在一个比较利基的市场里面 去找到我的定位 就它其实做的是比较车用跟工业用的 对 那其实这些业者 刚刚说那几个龙头 他们也不是专做高运算 因为你看他们 其实说实话 那两大龙头加起来市占率 我记得好像就超过八成了 可能八成还九成 可能那两大AMD跟Intel的 这个FPGA的市占率 就已经是超过八成 以这个篇报告来说 AMD它大概占54 然后Intel占30了 所以加起来就86了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说 其实他们在这个工业或车用 也是很强 可是这个回到说 那为什么Lattice 还可以在这个市场上面 有一块地 那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聊过嘛 就是说这种工业或是车用 它可能比较偏向少量多样 那少量多样 这种市场自然 就比较容易有百花齐放 或者比较容许比较多的 这个竞争对手 对 就是说它不是靠规模嘛 对 然后它的需求很多样 我需要客制化的需求 我需要有不一样的需求 我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要采用不同需求的晶片 那可能就是这个是Lattice 在这个地方会受惠 那你说Lattice 那AI不会用到它吗 它也是有 它的营运里面 它也是有一定的比重 是在高运算 或是通讯的这个 对 然后只是说就我的角度 就是说 如果说今天你是很看重 AI的这个成长 说Lattice会不会受惠 会 可是我觉得也许就是 幅度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因为我觉得市场的主要的 下游的需求 我想第一个选择 应该是还是去考虑 AMD跟Intel 对 因为他们两个就是 是这个技术资金 各方面都是最强的 他们本来就现在的主流就对了 对 那Lattice的话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更看重的是 它在工业和车用这边的机会吧 对 因为其实车用 是个高成长的市场 对 对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Lattice 可能在车用这块市场里面 也可以走出它的一个优势 对 这我的角度 这是初步的想法 这样 好 没问题 那最后一个主题 就是财报狗 对 就也有蛮多人在问财报狗的问题 所以就有一个人问说 市面上其实有很多股票 或者财经的资讯平台 那财报狗认为 自己公司的护城河是什么 好 这个我就有跟另外一个朋友 问题一起回答 因为有另外一个朋友在问说 财报狗为什么会 想要做我们目前的使命 对 就是 收集全球资讯 形成洞见 协助投资人 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 好 那我就一并回答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有点关系 其实我觉得 我常常会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有时候看一些 就是外部投资人 他会问说财报狗 对自己的竞争力的想法 或者说有时候 我在面试一些 潜在的一些伙伴 那这些伙伴也会想要问 和我的观点说 我对于公司的优势是什么 对 那其实我当然 我可以讲很多很 冠冕堂皇的优势 对 对 那可是其实站在我的角度 我觉得真正的护城 或者站在我的角度 就财报狗 为什么到现在还在经营 其实最重要的是因为 我们是一群热爱投资的人 我们有一个自己 很明确的投资需求 对 那我觉得做财报狗 最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对 所以某些程度上 我觉得财报狗 不叫做这种外贤优势 叫做就是组织优势 我觉得这个组织优势 一个最强就是说 我们做的产品 就是我们自己内部人 会用或爱用的东西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强的趋力 就是说 我们能够在其他人 不一定觉得 这个东西没什么机会 或是没什么潜力 或是说 不太知道它在干嘛 潜力之下 我们就愿意投入 纯粹是因为我们自己 有我们的需求 对 我们可以支撑住 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想法 来去推进 我们的产品的开发 那所以回过来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想法 那当然就是说 我有一个想法 我做的东西 对我有益 我贡献出来 让其他人分享 它也不会影响我的利益 所以某些程度上 这就是我们做财报狗 这个重要的想法 我们想要做一个 就是对于我们自己 需求 能够满足的产品 然后我们做的这个产品 我们分享给我们的 大众和用户 跟我们有一样理念 和想法 也能够因此受惠 我们的权益也不受影响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们做财报狗的理由 然后这也是财报狗 之所以到现在 还能够持续经营 跟持续维持 讲实际啊 就因为就是满足我的需求 所以我投资赚钱了 所以我会继续在这边 如果满足我的需求 然后我亏钱 我现在应该就回去当工程师了 我不会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一个正向循环 就是说 我做我自己喜欢的 投资产品 它对我的投资有帮助 我赚钱 我就有更多的 就是心力 有更多的资源 继续投入在这家公司 那这个公司 就打造出更好的产品 然后考到这产品 它又回头 又在满足我的投资了 我最后赚更多钱了 那就是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然后我也把这一个想法 share出来 分享给 就是跟我同样理念的用户 对 我想喜欢我们产品的用户 我觉得某些程度上 是跟我们有一定 理念相同的用户 就像你说 市面上有那么多选择 那干嘛要选择我们 一定代表就是说 我们的产品 或说我们针对 我们自己内部需求 而打造出来的产品 某些程度上是符合你的需求和理念 那我觉得我就好好满足 这群人就够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的确是一个优势 也是劣势 当然 对 就是当我在想说 那竞争用户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直接想到的绝对是说 当然市面上有很多的 股市财经的资讯平台 可是我应该蛮有把握的觉得 如果论投资能力 我们绝对是最强的 真的吗 你这是一种 贬低他人的一种 就我们这边的专业投资人 绝对比较强 然后绝对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一般的资讯平台 不会养人 然后他的本业 其实是做投资 是做自己投资 但是我们公司里面很多人 就他虽然财报狗的一份子 但是他不拿财报狗薪水 他的主要的赚钱渠道 其实是他自己的投资 以这个比例来说 我们公司绝对是最高的 对 所以我们公司的投资能力来讲 我觉得绝对是比较高的 那从这件事情来出发 我觉得我们能够 比较去做出投资人 或者说 能够赚钱的投资人 所真正所需要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 真的就要回顾财报狗 过去十几年的历史来看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都是第一个做的 包括说 把长时间的数据 画成图 以前可能是表 那现在把它做视觉化 或者说我们 像最近在做一些 什么题材概念股的功能 然后要非常大量 我不是说只分十几 二十几类 就是我尽可能 我分了 现在已经有了几千类 对 那像这种需求 我们未来想要做的一些功能 其实都是站在 真的是比较专业的投资人 他在研究的时候 我们的流程上 我们会需要的功能 可是这个是我们的优势 就是我们会做出来 跟别人不一样的功能 然后我们是因为 我们自己 真的对投资有深入的研究 所以我们去做了这样的产品 那当然带来的劣势是什么 带来的劣势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做出来一个东西 说你用我就帮你赚大钱 这个超强指标 你看了就赚钱 因为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它比较容易上手 所以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相对来说 可能在用上面 就会需要比较多的教学 或者是我们要在设计上面 会需要有很多的考量 说我们要怎么样帮助 其他人容易了解 这个功能怎么用 或者是容易上手 容易发掘价值 那其实这就是 我们在做这些功能 所要面对的挑战 同意 那这边也来工商一下好了 对因为我发现 我好像都没有在Podcast里面 讲这件事情 不过 对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话 财报狗学院的暑期 投资研究员实习生 现在其实有开放报名 那如果这集上线以后 我们应该是二十几号截止 所以上线以后 大家就还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准备 那不管是到财报狗的 Facebook粉丝专业 或者是到Instagram 其实它上面都有详细的 报名相关的资讯 你要提供什么样的东西 如果想知道 我们到底看中什么 我们之前其实有好几集Podcast 在讲说 我们面试到底在问什么 我问的题目是什么 甚至我希望你的回答是什么 其实之前的Podcast都有提过 那如果是在职的人士 你已经是社会人士了 我们也有一个 产业顾问的一个合作机会 那一样资讯都有放在 我们的Facebook还有Instagram 就是有兴趣的都可以去看 那报名时间 产业顾问截止时间 比较晚一点点 对 实习生很像就是四月二十几号 产业顾问 很像四月底还是五月初 大家就是再去看就知道了 好 那以上大概就是这集的节目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回答的问题 很像只有不到一半 大概三四十% 就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在问一些 就是什么 你觉得这个个股怎么样 你觉得MD跟Microsoft的展望 你觉得NVIDIA或TESA展望 这个我觉得我就不回答 这个展望我怎么知道 OK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主题 算是我们之前其实有答应要讲 但后来没有讲 就是碳化系 碳化系不是讲过 因为后来不是有一些新的update吗 包含说有特斯拉他们说他们要怎么样 或者像现在看起来就有人都说 感觉起来Wall Speed是不是雷雷的 或者我这个简单讲一下 就是也不是雷雷的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做上游 就是晶圆 他们是晶圆厂 其实我觉得做晶圆原料厂 就是都会有这个风险 也不是Wall Speed 或是像以前全新或其他 就是这种 他们都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属于就是 新材料在发展 就是这个第三代的问题 这当初第二代在发展的时候都有类似的问题 现在能够看到就是可能全新 或是一些相关的 我记得这个 生化家的这个晶圆龙头 第二名 那是全新的 第一名我忘记 反正也是一家美股的大公司 他们能够到达现在的程度 也是经过好久好久的 产业的就是进步良率的提升 才能够到现在这样子 所以Wall Speed 现在这样正常 这没有什么好意外 好没问题 反正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 之后有机会的话 就是再录一集 或者是我就想办法穿插在每一集里面 去回答一些问题 把它慢慢的消化完 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边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